造成胃會過快 皮會過慢 皮絲的原因呢 就是這兩個 首先我們介紹外因 外因呢 脈伏者 就是有表證 我們一個人呢 常常 比如說你在冷氣間裡面 或者是你是過去的三輪車夫 或者是你是馬夫無所謂 反正就是勞力工作的人 甚至於在家養尊主優的人 有的時候也會出汗 可是你汗 中醫一直在講 汗一定要透發 那你呢 汗如果沒有透發 就容易積濕在身體裡面 累積濕在身體裡面 好 積濕在身體裡面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做暗喬 好 呼吸吐納 好 練功夫 不管是太極拳也好 什麼都沒有關係 就是要把那個平常累積的絲排掉 好 那如果一天兩天 累積的絲沒有影響 可是你長年累月 累積的絲的時候 就會產生影響 當你一個人 像同樣的 我們太陽中風 對我來說 可能桂枝湯就結束了 對你來說 吃完以後 你還下臉 你身體還有鼻大的問題發生 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身體還有癮 還有癮 我們前面都介紹過了 對吧 還有可能是流癮啊 浮癮啊 好 這個身體很多癮 那癮都沒有去呢 日久以後就變成絲了 好 那對我來說得個桂枝湯 對你來說一發一個桂枝湯 你就發黃膽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就是身體裡面很絲很瘋的人 那絲很瘋的人在這個條件之下 你流汗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很透彻的流汗 透發 透發了汗 好 所以說當你受了錶封以後呢 這個風血一輸在錶上面 但你汗也沒有透發 加上裡面絲又很瘋 絲又很粘稠 排不出去 所以會毀你 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後 如果皮絲過腎的時候會壓迫到膽子 膽子就毀你 好 這會發黃 還有一種呢 內陰 內發的 內發的呢 是土 皮絲太腎了 就土刻到腎 皮土刻到腎水 再 我一再會回頭 因為那部分很重要 你如果回到229頁 好 皮脹附水的時候 跟肝臟附水不一樣 皮脹附水的時候 皮是土 土會刻到水 所以腎臟底下腹部呢 少腹都是水累積在裡面 這個時候 小便就沒有了 所以皮脹的病 包括胰臟癌怎麼樣 引起了腹水的話 基本上病人是沒有小便 因為土刻水 為什麼肝臟 肝癌 肝硬化引起的腹水 病人還有小便 還有續通 因為是木刻土而已嘛 木刻到土 但是還沒有刻到水 所以小便還是通的 但是不是很量很大 從這一點就可以判斷 病在脾障 還是在肝臟來的 第二個原因呢 當土刻到腎以後 皮土刻到腎 腎呢 本身是水障 我們中醫講 陰陽 腎有陰陽 脾障有陰陽 任何地方都有陰陽 當你的絲痕腎的時候 壓制到陰 它影響到腎臟陰陽的平衡 所以腎的陽會往上膩 腎羊有兩個出路 第一個到小腸裡面去 腎羊經過我們的尿液 尿液慢慢從腎臟 經過塑尿管 進入我們的膀胱 腎羊在後面跟小腸 腎羊跟小腸有相關性的 這是先天和後天的關係 那小便 當你的尿液到了膀胱裡面的時候 本身就已經是熱的 但不是發 不是蒸發的 腎羊很熱 到了膀胱裡面是熱水 在經過小腸的蒸化以後才氣化掉 功能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腎羊 小便會比較熱 第二個腎羊會支援去餵 這是先天來支援後天 所以我們胃會蠕動 因為腎臟功能很好 反過來 當我們腎臟功能出現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就影響到胃 所以你腎臟功能一摔落下去以後 開始胃不能納骨了 胃蠕動就慢下來了 吃東西就會吐 所以腎臟病人 我們看尿毒的病人 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他尿毒 你聽 你還沒有看到病人 吃東西就吐掉了 第二個 頭昏旋得很厲害 因為當你腎羊往上膩的時候 這個會往上膩是陰太腎 陰太腎 腎整個充滿了陰 所以羊沒有辦法進入腎臟 他就反腻 腻上去以後影響到胃 影響到胃 就胃吐掉 然後在這個腎臟往上衝 衝到頭部上 病人會極度的抿眩 陰眩 沒有辦法站起來 這又吐 這就代表腎臟功能 準備摔接了 那這裡當然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因為皮土 皮絲太腎 影響到腎臟 腎臟呢 影響到胃活 那胃就會 這個羊一上來呢 胃就會加速啊 因為身體要自己想要自己痊癒 這個是胃會加速 加速的時候 胃的速度太快了 皮的速度太慢了 這兩個速度不平衡的時候 就會產生黃 所以我一直在跟諸位說 皮胃相表理 什麼叫表理 就是皮脹在縮小的時候 胃在擴大 胃在縮小的時候 皮脹在擴大 所以這兩個是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那現在就是胃太快了 好 皮太慢了 這是內因造成的 所以不管是內還是外 終歸一句 就是絲太腎 是不是 是皮絲太腎 那皮絲呢 太腎的時候 這個皮絲會過剩 我們就要去考慮什麼原因 會造成皮脹的負擔 好 第一個 皮主絲 就是當你失戀一件事情 考慮擔憂一件事情 或者是失戀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怎麼樣 絲太腎的時候 皮脹會印象到皮脹 好 還有運動 你常常坐在電腦前面 都沒有去酒菜過玩 死也會太剩 所以要多出去走一走 走不一定說重數去不去 運動很重要 那平常一個人奶的動 一群人就會動 好 因為蜈蚣一動的時候 後面的腳都跟著動 好 所以逼得自己動 這是很好的事 那你平常都窩在冷氣間裡面 日久就變濕了嘛 好 所以現在坐在電腦面前 在網咖 是不是網咖 網咖裡面玩的 我是不了解的 我是看英特內學的 雖然沒有吃過豬肉 也看過豬走路 這些看過網咖裡面 他們在幹嘛 那皮絲都會很剩 絲很剩 那這種呢 如果一得到錶封的時候 就引發黃膽 那實際上錶封只是一個 這個觸媒 就是一個導火線 這個本身病人就有絲在裡面 所以你平常如果沒有絲在身體裡面 就不會有這個病 那人的絲是醉籤 籤籤是來自癮 好 癮 有沒有 所以我們常常 就是上海軍貴一路介紹 下來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一篇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 好 大家看 現在看到了 伏羊脈緊而肅 肅則為熱 就是胃裡面很熱 熱則消股 消化食物的速度很快 對不對 緊則為寒 老實說怎麼又是熱又是寒 你搞錯了 這是脾胀的寒 十肌為滿 因為你脾胀沒有 寒就是速度減緩 停下來 那胃的動作很快 就胃不斷地吃東西 結果脾胀在下面 這樣 本來兩個是互相搭配 互相合作的 一個陰臟 一個陽腐 結果呢 互相變成互相的製痕 好 就是病陰 當你知道病陰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它 就很簡單啦 好 好 好 大家來看 前面呢 剛剛那段 村口脈 符 就是表 中風 齒脈為符 齒脈講的是什麼 陰脈講的是腎 講的是陰 這就是這一段呢 講的是第二個原因 就是內陰 一個是外陰 外趕來的 一個是裡面發生的原因 好 扶羊脈 井為傷痞 風寒香薄 十股極懸 骨氣不消 胃中苦濁 濁氣下流 小便不通 陰背其寒 熱流膀胱 身體近黃 名為骨丹 或者骨蛋 就是這個呢 是食物造成的 堵在腸胃裡面 好 原因是這樣子 當我們的胃 在蠕動的時候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他胃下的甜肉 包括了胰臟在內 好 他是 跟脾胃是表裡的時候 互相在蠕動 當你脾胀 功能吃下來 緩下來以後 胃的速度很快 你不斷的消骨 食物吃下去呢 消失了 速度很快 可是呢 皮膠腫得很大 頂到這邊來 你食物下不去 食物哏在胃裡面 結果呢 這個食物 待在胃裡面很久了 就變成濁 只有濁水能夠下去 就是 很粘稠的水 這個食物消化掉以後 只有這個粘稠的水 能夠下去 真正的食物的殘渣呢 還是堵在胃裡面 所以濁氣下流 骨氣呢 你看 不消 胃中苦濁 就是胃裡面呢 很苦惱啊 用食物 東西吃下去 胃的蠕動又很快 又去吃東西 吃的東西又不消化 又下不去 那只有濁氣 就是很粘稠的食物的精液 好下來 到了小腸 到了小腸以後呢 為什麼小便不通 它這個沒有辦法氣化了 因為太黏了 就慢慢慢慢慢慢 滲到膀胱裡面去 滲到膀胱裡面去以後呢 小便就變成很濃稠 很濃稠 本來小便不出來 小便應該是水啊 本來不是它像彈飲一樣 很黏的東西 就是濕熱 熱流膀胱 整體近黃 就是骨丹 骨丹 現在諸位就看懂 這個就是腎臟引起的 腎臟 腎臟會引起是因為 脾臟太濕 影響了腎臟 然後腎臟呢 仰熱往上走的時候 把觸動的胃 胃的速度加快 變成這樣子 這個都是很好治的 非常簡單的 在分析的時候比較難 治療的時候 很快就可以好了 兒上黑 微汗出 手足中熱 手腳 手心 腳心 熱 薄目 激發 膀胱疾 小便智力 名曰 女勞禪 婦如水照 不治 就是 死症 這個症狀 像這種呢 就是很好治的 這個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當你出現黑色的時候 額頭是胃氣的所在 你不要看老是這個額頭很大 額頭比較大 不是大不見得聰明 這個額頭要光亮光鮮 不能黑黑的 老是這個額頭是黑的 胃氣就沒有了 那微汗出 這個人已經 胃氣沒有了 精液沒有了 微汗出 還在虛汗 也就是陰不斷的在流失 不斷的在流失 一 手足中熱 手掌心是心包經 心經 腳掌心呢 是腎經的湧泉穴 先天 就是腎 心和腎呢 都虛熱的往外走 中醫講了 陰和羊要協調 當你陰很虛的時候 羊熱 你羊就不能顧手 你羊就會往外走 往外走的時候 手掌心 腳掌心熱 伯木即發 因為到了黃昏的時候 是羊要入陰的時候 對不對 你們現在就看懂了 辯證的時候很厲害 你們不要看 我現在跟你講了 你沒什麼 真的你看病的時候 你看到癌症病人 就是這樣子 裡面陰濕的時候 羊不入陰 病人就燥熱 到了黃昏的時候 就開始發病 黃昏是人間最美的時候 因為清晨一下太陽出來 續日很冬生 一下很熱 對不對 熱死了 還跟你情調 黃昏的夕陽的時候 最美 對不對 情侶在散步 結果他很熱 很燥熱 你看這個 這個破壞情調 這種都是 偽症 危險的症狀 膀胱疾 小便智利 什麼意思 就是 他沒有辦法控制他小便 沒有辦法控 想小便的時候 他小便不能見得出來 不想小便的時候 小便自己流出來 小便不能控制了 小便智利 名曰 女勞禪 為什麼過去叫女勞禪 這是中醫的一個缺點 過去認為說 這種得到這種病人 都是女色接近太多 女色接近 都從臉上可以看出來 二臉怎麼老是都黑的 眼眶周圍都黑的 女色接觸太多 那這種呢 會因為女色接觸太多 得到這種病 不可能的 因為很多女人也得到這個病 怎麼講 所以說這是中醫的一個缺點 沒有關係 腹乳水狀 這個腹部感覺好像有積水 因為小便排不出來 實際上並不是像骨髒的很厲害 所以這個症狀告訴大家 手掌心熱 目為目即發 陽要離開 陰陽要相隔了 這個裡面是陰液 快沒有了 微汗出 這個微汗出就是 你不要動 坐到那裡都要流汗 這是陰陽要分離的一種現象 這種的不治 不治 當然 上昂的經歸裡面說不治 那你不能看到這個病 老是這個人不治 講很大聲 病人當時也想玩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 給人家一點希望 我們還是要動手 心裡面知道很危險 你還是要動手 做最後一波 好不好 不要說老是這個不治的 病人聽到 當時也昏倒了 也不好 這是個條片上 那酒丹呢 這就是酒客病 喝酒的人 最容易發狂 我們講心中傲農而熱 我一直在跟諸位講 金貴傷害你讀到心中 你把它想成胃 胃裡面很難過 胃裡面又燥熱 東西不能吃 常常嘔吐 這就是 喝酒喝才多 酒客 沒事喜歡在那邊酗酒 喝酒喝了很多 除非呢 這個 大家有沒有結婚的小姐一定要注意 喝酒 喝酒敘酒的人不能結婚 不能嫁給他 賭博的人不可以嫁給他 喜歡玩女人的不可以嫁給他 以後我腳裡面怎麼看 一看就知道 害死人 我最恨這種人 我最恨這種人 那 這是酒臺 酒會造成這樣子為什麼 你喝酒下去的時候 表熱 很熱啊 嘴巴裡面很燙 實際上表熱是禮寒 他會停機在胃裡面 停在胃裡面 停在胃裡面以後 胃中體很難過啊 因為酒精的刺激 如果是以西醫來說 酒精的刺激 而實際上是因為酒本身 性是寒的 到了胃裡面是冷的 冷了以後 胃就開始蠕動啊 要把它消化掉 怎麼可以速度那麼慢 對不對 一加速 感覺到是熱 不能夠吃東西 這個胃消化不好 蠕動癱 不能吃東西 因為常常嘔吐 這已經是酒傷到身體了 那就是酒淡 這種好不好治 很好治 治病很簡單 治那個習慣很難 你了解為什麼 治病習慣很難 所以你要把你抽菸 你菸又把你肺裡面清掉 很簡單 要你戒也很難 所以戒菸都是很彪悍的人 意志力很強的人才有辦法 戒什麼東西都一樣 陽明病 陽明病是什麼 精病跟腐病 所以主委還沒看到的時候 想到陽明病就是純熱 陽明病不見寒症 只有精病的話就是白虎湯 腐病的話 澄氣湯症 澄氣湯 我們調味澄氣 小澄氣大澄氣 諸如此類的陽明病 純熱 本來陽明病應該是賣弘大 結果是賣池的 食難用飽 就是不能夠吃飽 不是說吃不飽 不是說吃不飽 而是一吃飽肚子就很難過 食難用飽 飽則發 一吃飽的話 他就會情緒就會煩躁 頭腱小便必難 這是要做骨痰 為什麼 就是胃的蠕動可以速度很好 快 但是脾胀的蠕動沒有 所以他東西吃下去以後 食物的殘渣堵在胃裡面 堵在胃裡面以後呢 產生頭腱小便 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食物的殘渣在胃裡面下不去 但是濁水 食物的殘渣有水嘛 你就看那個我們餵給那個豬的這條食物的肺 食物的那個我們不是收起來 要那個收水對不對 收水就是收水 它會慢慢滲下來 只有收水可以滲下來 慢慢進入膀胱裡面小便 就會比較難 因為很濃稠在裡面 這是預作骨痰 這條呢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這樣可以測它 預測趕快要治好 不然就會發骨丹 雖下之富滿如故 所以然者賣慈固也 所以陽明症呢 應該是賣術宏大 就這個人的賣慈代表 脾胀蠕動太慢 胃裡面不消化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預測 你怎麼知道 你看這個 老師這個人趕快吃 不知道他會發骨丹 馬上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一個人得到病 久黃丹 避小便不利 其後心中熱 胃裡面熱 腳下熱是其主要的症狀 腳下熱是因為胃氣往下走 心中胃裡面熱滾燙的 有時候發炎 胃裡面也會滾燙 小便不利 就是喝酒的人得到了 喝酒的人得到小便不利 我就剛剛講過 你酒慢慢累積在濕 寒濕會停滯在胃裡面 那胃裡面以後會影響到腸 會影響到脾胀 所以喝酒也會讓脾胀 好 累積 濕在裡面 好慢慢慢慢 就變成這樣 酒丹病 所以酒丹者呢 還有一種酒丹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酒丹或 我沒有熱 胃裡面沒有熱 敬言寥寥 富滿玉兔 就是安安靜靜的 都不講話 好 肚子皂滿的 好 鼻子很乾燥 為什麼 因為這種 這兩種不同的酒丹 這種的酒丹呢 是中隔 是中隔 激絲 濕呢 累積在中隔 因為累積在中隔呢 造成大腸的精液呢 沒有辦法到肺裡面去 我們人 肚臍 肚臍 少腹 大腸 就是大腸 那如果有絲累積在中隔 大腸的水呢 穿不過去 提到這邊又下來 所以造成肺裡面很燥 好 當肺裡面精力不夠的時候 肺開 開竅 在鼻 鼻子就會變得很乾燥 這種呢 起脈 脈伏者先吐之 所謂脈伏 意思是什麼 就是 病在上 叫做脈伏 病在上 我們終於才吐發 才吐發 脈沉者 就是病在下 我們去攻下 它是這個意思 那 臨床上的時候 你說老師 光看這個脈 萬一弄錯怎麼辦 你不用看脈 都不會弄錯 看病的時候很簡單 所以主委先看看 心裡有個概念 中醫在講 那個 金貴在講什麼東西 臨床了 真的看病的時候 沒那麼複雜 那有一個人跑來兩隻手 沒有手了 他前天去 沒有手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沒有手 沒有腳都可以看 有的時候人都不要看到 因為那個太醜 不要看到他 聽他打電話就好了 看他很醜 你不要來了 電話給你聯絡 不然心悸嘛 動悸 不好 所以我們中醫 萬聞問切 很多方法 酒在胃中熱 欲吐著 吐著 所以喝酒的人 我噁心噁心想吐 那你給他吐掉 你自己倒霉吧 他如果來找你 你給他吐掉 他不吐 你把他抓回去 手在喉嚨裡面 通通吐出來 吐出來就好了 吐出來就好了 有沒有藥 當然有藥 但是這裡只是告訴你 這種熱 胃裡面很熱 要想吐 就讓他吐掉就好了 意思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不了 不要小提大作 所以喝酒的人 很多問題有沒有 本來很好嘛 你為什麼要去喝酒 喝成這樣子 喝酒沒有關係的 任何東西不要太過 知道嗎 不要太過 酒蛋 你如果是酒客 平常的喝酒 喝很多的人 結果沒有治好 還是戒酒的習慣 戒不掉 戒不掉以後 常常便秘 你攻下 酒酒一直攻下了以後 本來有酒蛋 你又去攻下 就成為黑蛋 這個黑蛋 眼睛青的 面黑的 眼睛青的 面黑的 並不是眼睛裡面是青的 這個很醜 他怎麼畫成這樣 眼睛周圍是青的 臉孔是黑的 他是這個意思 心中如桿蒜 像吃到大蒜一樣 大便正黑 皮膚抓之不仁 其脈扶弱 雖黑為黃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進入黑蛋的時候 就是進入肝膽 有問題的 膽有問題的 顏色發黑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已經 進入內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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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種就是 長期喝酒 以後就會造成這種現象 好 所以黑蛋出現的時候 大便我們看到呢 就是肝病 肝硬化 或是肝癌之類的 大便正黑 中醫呢 對大便顏色很在乎 所以我們常常會問病人 您大便什麼顏色 他說黃的 好 那正常 我大便黑的 大便黑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個 有淤血 這個人身上有淤血 好 大便黑的 還有一種黑呢 是大便好像出來是薄油 馬路上薄油 但是它不是成塊的 一坨一坨的下來 這個是內臟裡面腐爛掉了 或者是腸子 胃裡面胃癌 到了末期要走之前 大便出來都是像薄油一樣 一塊一塊 啪啪啪這樣 掉出來的聲音就是這樣 那快死掉了 那全黑的 那是內臟爛掉了 那這裡呢 大便正黑 就是淤血 身體裡面有淤血 皮膚呢 抓肢不忍 皮膚也會變得 非常的粗糙 變得非常的粗糙 甚至於退皮 因為身體裡面有淤血 我們要讓一個人的皮膚很好 如果我們不要講外面保養 就講內部我們怎麼調理 平常呢 我們有癮的時候 就要去掉 這個癮 前面有影片講過 癮如果不去掉以後 它就變成激濕了 日久就變成濕了 那還有一種是癮 還有一種是 就是浮熱 比如說我平常大便就不通 那個 你沒有病的時候 就常常大便就 不是很正常 這個時候我們就 開始幫你治療大便 把你大便調理好 不要等到你得到太陽表症 或者是太陽傷寒的時候 同樣的便秘的人 你是便秘的 結果你得到麻狂癱症 我沒有便秘 我得到麻狂癱症 我們吃下去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先從小病 身體有點小為樣的時候 就開始動手 不要等到大便的時候 再開始動手 所以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 叫做小動不補 大動一齒五 所以小動量趕快補起來 就是你要補得很好 要補得很好 這都是肝臟有問題的 所以酒嗑病 長期喝酒的人 盡量不要去攻下 不要去攻下 因為你攻下的話 病會更嚴 因為雨月攻下 我們攻下的藥 都是比較寒涼的藥 比較寒涼的藥 那本來就是酒客啦 那你一直攻下寒涼的藥 慢慢慢慢慢慢 到肝臟裡面去了 結果肝臟內臟 胰臟可能都冷掉 裡面 我們最怕就是陰寒 裡面陰寒掉以後 問題會更嚴重 所以說 一般來說 常年喝酒的人 如果有便秘的話 我們大概都不會選用 大黃啊 我們會用脖子人 馬子人 一些人際 當歸啊 人際 來通理他的大便 山藻人也可以通理大便 所以很多方法可以通理 盡量不要去攻下 這裡講 攻下的話 就會變成 更嚴重 好 這個人呢 施約 有一個人呢 發黃蛋 全身發黃 發這個照 表證呢 有發熱 又煩 喘 發熱是一個症狀 煩是一個症狀 喘是一個症狀 兇滿是一個症狀 口罩 是一個症狀 這些症狀 都代表他是很熱的 病人是很燥熱的 本來就已經有燥熱了 病發時呢 火結其汗 也可能呢 為什麼在發病的時候 剛好火結其汗 一種是他住在北方 冬天的時候 坐在烤爐旁邊 烤爐旁邊烤 剛好烤到 或者是他就是 我就做燒烤的 夜市裡面做燒烤的 然後現在夏天很熱 就烤出來的 還有一種呢 是家裡發生火災 不得不被烤對不對 這種造成火結 本來就已經有熱症了 再加上火一烤 經夜更傷 他就是意思 兩熱相得 皇家所得呢 從失得之 都是從失來的 所以呢 一身靜發熱而黃 度熱熱在你當下之 這種情形就是 那因為你經夜不夠了 經夜不夠的時候 如果你腸胃裡面 有堵到 濕熱有堵到 我們會把濕 還是要清掉它 這就是引發黃膽的原因 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他提出來很多的原因 還有一種狀況呢 麥塵 麥塵是代表病在裡面 在腎上 塵子麥是腎 可遇飲水 小便不利 小便排不出來 又口渴要飲水 麥又塵 麥塵是代表裏寒 可遇飲水 代表有熱 小便又小便不出來 是不是濕 我們中醫治療濕 一定是小便解 用小便來解 當你身體裡面有濕的時候 病在裡面 禮病 那小便又沒有辦法 把濕排出來 這個濕呢 日久呢 都會發黃 所以平常你就要有濕的人呢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他有濕 蛇都生出來 我看看 一看蛇他很厚很黃 或者是很白很厚 就都要趕快開始動手 開始有濕就要去掉 那你呢 比如說 我常常跟大家說 我們吃屋沒完 為什麼吃屋沒完 就是 因為苦問那個化濕 把濕排掉 我們人都難免有一點濕在身體裡面 這樣子 再來呢 做一看 富滿 蛇尾黃 做而不得睡 這組黃家 蛇頭呢 蛇為心表 蛇頭代表心臟 蛇頭呢 扁掉 我們正常人的蛇頭 是 如果你蛇頭太薄 也不對 蛇頭太厚也不對 蛇頭要適中 蛇頭邊緣呢 要圓滑 蛇胎呢 蛋白一層 很平均 這是 正常的蛇胎 正常的蛇胎 你如果蛇頭尾黃 蛇頭變乾掉了 你可以看到上面很多 很多 我們看過蛇頭 什麼樣的蛇頭都有 以後你們到我們診所 看的時候 就是想要建築 那些蛇頭 那些蛇頭 有久了 還是先用來